带着小花 六一六 你看这出来 兴奋了 今天的风很大 风浪越大 越贵 对不对 天上 乌云密布 前面有一群 羊群 看人家花花什么表现 好将了 好将了 那边有一群羊群 看人家花花 来吧 开干 花 一底摆 快走吧 完了 都来了 快走 好将 花真的是一底摆 一点没松 花 三件花 夹着气质 这一块 拿捏的丝丝的 好狗花 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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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咱们 现在咱家花花 已经走了 一公多里了 然后在村里 带带花花 看看这个环境好不好 现在带咱家花花 已经走了一公多里了 然后今天这个风很大 recommendations 好久没有带花花 还在村里看看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拿着花花 在这个村里转来转 花花这个新鲜感还是特别强的 看见什么东西都挺稀罕的 咱们以后肯定会多带花花 就是出来溜溜溜 因为花花她还小 一定要让她多在外面 就是长长这个建设 对不对 以后出去打架的时候 一点不从直接开干 对吧 好咱们现在拉着花花回家 其实这样一看 咱村里边这些生活 还是很好的 还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是不是花 花说没错 很棒 咱们本来说好了回家 但是花花 一个名六十就跑到地里边了 不愿意回家 然后咱们就带花花 就是在这个毛毛绿片 在花花就是看一看 好不好 一会回家行不行 都带花花玩一会 然后咱们在这呢回家 让人家花花自由玩耍吧 既然出来咱们就让她玩得进 玩舒服 但是你不要吃人家装甲啊 人家辛苦 咱也不能踩到 今天这个花花花 真的很大 让人家这个花花这个毛发吹的 哇塞 量的很大 花 不要吃草 你吃草干什么呀 不要吃草啊 现在到家了 现在到家了 这一群羊群还在这 你看 都过来了 花 跑 人家 人家太多了 花花现在回家了啊 然后咱家小花 在这 把花花整回去 好久没有带在家 家人们看看人家小狗狗了 这就是那七个葫芦娃 现在剩四个 小家伙们长得个个 现在有拖板了 拖板都起来了 差不多 这家佩琪 瞪着这大眼睛 在这面壁撕过来 你这浑身杀呀 这嫩子啥呀 这是在哪拱呀 这是啊 还有很多人都说 人家佩琪被卖了 没有卖掉啊 一直在那全社 那是啥佩琪 看这大鼻子 好很多了啊 佩琪现在胖了点 是不是佩琪 小脸 行了行了 回去休息去吧 还有咱家黑豹 前几天跟咱家雪豹打架 这个耳朵受了点伤 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 咱这一对 给它调整调整 就是 把它这个 战斗精力 打斗 是不是黑豹 咱家黑豹 其实你看 六岁了 一点都不先老 长得还是那么帅 威风 威风淋淋淋 好不好 黑豹 咱一定要加强锻炼 争取 再成为全社一哥 好不好 咱们刚刚带着花蛙出去留了一趟 然后花蛙一到外边的确兴奋 因为人家现在还小 到外边就是新鲜的东西比较多嘛 花蛙自然会感兴趣 刚刚来到全社 又带大家看了眼 佩琪 佩琪一直留在咱们全社 没有去卖掉啊 还有就是咱家 现在是一对 黑豹 铁袋 小黄 花花 四个成员 然后 花花 铁袋 他们两个没有带伤 黑豹 小黄 他们两个带伤了 黑豹 前两天是被雪豹甩了一下 但是 现在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 咱家小黄不是胸前吗 一个小口也快愈合了 咱们以后肯定要修改一队 让一队多多锻炼 多多就是在这个锻炼中 就是学会打架的技巧 行不行 以后不可能再让别的狗狗们欺负咱一队的狗狗 如果再欺负肯定 你这马还回去 咱们不可能再这么 忍气吞声的咽牙去了 对吧 刚刚就是一听说黑豹 被打了 差点把RK那个连带的给他删黑 这大家快气死我了 行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翻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